一名癌症病人家屬1月19日在網上發表文章說, 她母親確診癌症晚期4年,在最初最混亂的3天裡, 她打了大約1,000個電話,平均撥200-300個才可以接通一次。 最後終於帶著媽媽住入一家三甲醫院的婚院, 但這裡一切都是臨時的,原有科室全部撤出,醫生護士是專門調過來的, 而更大的問題是沒有藥,於是她只能無奈目睹著母親身體每方一下,直到虛勢。